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美最近也是台湾的老父母到北京来 母儿以父来的就比较吓人了 对不起 广美的父亲已经在天国了 对 坐那看着你呢 那他倒是好也不会告你了 我现在觉得我父母亲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到法院告我 你不是孝子一鸣吗 虽然是有孝心的 但是按照我们新出的法律 当然这还是一个讨论意见的稿 你知道最近的话题杨博士肯定知道了 是关于一个好像反正让大家赡养老人 就是说你这个赡养老人 你应该常回家看看 但是把它列入法条 这就引起讨论了 这其中我照他原话讲 就说这个赡养人如果是一定长的时间 你不回家看望被赡养的父母 父母是有权向法院提起告诉 而法院应该予以立案 那这个一定长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反正现在没有定论 我估计也很难得出一个定论吧 你觉得是真的吗 因为现在有些人都在聊 说这是道德怎么就能进了法了 这个我们国家经常有这种道德 这法律的这种先例 我也不怀疑它是有可能的 但问题是这种法是执行不了的 就一个法律 如果它没有任何的实际效力的话 它就是个句文嘛 就放在那里你看看就好了 但你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但是这个中国的父母亲也是 我看这个记者的好事 马上这法还没成真的 就已经开始做随机访问了 问了一百个老人 一百个老人都说呀 哪怕我儿子不看我 只要我还能活着 那意思就是只要我还没给饿死 我不会去告我的儿子 我也是家丑不外扬 老人中国的老人都这样 我觉得这条如果真的被立法的话 这也是一条非常非常可悲的法律 因为每人都知道骨肉相连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是很多东西你斩不断的 你也不可能立法说 你不准回家看爸爸妈妈 就如同你没有办法立法说 你一定要常常回家看爸爸妈妈 如果你的 就是孩子的心 如果不在父母亲身上的话 你逼着他回家 最后还要爸爸妈妈诉诸法律 让小孩回家看你 回家干嘛呢 回家不就演冤 就吵架呗 而且这种法律很容易规避 我晃一眼 我把门开打开 我看一眼 爸我看你了 就走了 还有什么意思 我打个卡行吗 我抓个打卡机 这比我确实倒过 这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这个从另一方面来讲啊 我就觉得他这个法律啊 有时候大家聊起来 怎么说都行啊 但是是不是这个立法 他我觉得他不会像咱们说的这么简单 他应该是有充分的解释 就是说你比如说啊 是不是会假定这么一种情况 叫赡养人呢 赡养人 我理解我是法王啊 我理解指的意思 是不是父母靠你养活 那么父母靠你养活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你要不尽这个义务 甚而至于很长时间你都不回家 咱知道美国有那样的吗 在家里死了 对对对 死了一时 在半个月甚至几个月 没有人知道子女没有来看望 他是不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 才考虑立法 这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有些老人 他已经丧失了自我自理能力 或者说他甚至神志已经不清楚了 这个时候哪怕你接到啊 或者具有会想帮他 你都找不到一个负责人 比如说如果这个儿子 根本就不回家 或者说他只是寄钱回家 完全就不回来看的话 你找不到人 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相当多解 所以也可能这个法律 是想针对这样的情况 做出一个规定 就你至少保持联系 那如果老人都已经没有办法 那个有自理的行为 他怎么可以去告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如果就算要立法化 他也是一个公诉 公诉罪而不会是一个孩子主动去告父母 你知道我想起前不久啊 前一阵北京通州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案子 就是说有五个儿子的母亲 八十岁的老太太 能活活给饿死了 就是而且饿死的那个惨状啊 是膝盖和手肘 他是饿的不行了 往门口爬都磨破了 说是到医院一解剖 这医生都愤怒就骂他儿子 说你把你妈饿的这个胃啊 薄的就像纸一样 就是然后就是是不是提起公诉 我不知道 反正最后法院至少一审 就判其中三个儿子 你这个有失赡养 但是这三儿子还不服 所以说家家都有本复杂的经 这三儿子还提出上诉 好像还有自己还有很委屈的理由似的 但是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还有句古话叫做百善孝为先 论心不论事 若论事 世间无孝子 就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你把它具体的规定下来 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很难解决的 虽然我想立这个立法的原意是好的 是希望说 能够在我们现在这个越来越碎片化的 这么一个空巢社会 然后尽量的能让父母和子女之间 能够更多的交流 或者说更多负起责任 但是问题是现在目前 就是我们掌握这个信息来看 这个立法恐怕是会有很大的阻碍 就是可以立法把百善孝为先写入宪法吗 下一条就是万恶淫为首 对 恶淫为首是论事不论心 对对对对 但是啊 我真是觉得特别的惭愧 要不那天他们讲 就说现代的时代情绪是冷漠呀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民工就出来讲 包括也有白领啊 就是说行啊 我不是不想看父母啊 你老板不给我放假 因为现在中国这个各个单位严重侵犯 对 职工的这个该休的假期 他没嫁我怎么办 但是我就讲我的情况啊 我觉得一个是因为忙 但是也有因为懒 对 其实我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父母亲 其实很多个周末 你在家里是没事的呀 你是可以去回去看父母的 那么你没去 你是不是自私呢 文涛这个事情后面啊 他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承受很多问题 比如说现中国这个城市功能的集中化的问题 你比如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见不着 比如说我家就是这样 我在北京 那么我父母他愿意住在成都 他不愿意住在北京 那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愿意在北上广 因为机会多 但是老年人不愿意住在那 因为生活成本高 不方便 那么这个情况就就 其实中国的那个城市特别集中 就所有的资源 工作资源什么的 都集中在几个城市 导致了就是说这种家庭必须要离散 这是其实是后来生活一个问题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很多次 就是明明资格有时间 你可以非常成都去跟父母待两天 但是你不去 对这个也是 你说这个工作忙什么的 其实工作忙这个东西呢 你要忙永远都是忙的 都是理由嘛 就是你干那个万贵因为手的事的时候 从来不先忙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不晓得又认识你十几年 在我心目当中 我觉得你算是个孝子了 那就算你自己讲说你可能有时间 你没有回家看父母 那我自认为我真的很乖 我离家十几年 我以前的纪录是 我每一个月要回家一次 以前住香港的时候 我一个月最少要回家一次 不是他们放心不下 我是我 我自己心里惦记着 你说我回家干嘛 你跟我妈一起在那傻坐着 但是 但是因为我们 你不能拿我们去跟很多很多人相比 你有这样的条件 你觉得说 我可能有两三天的时间可以回家 我可能有对于的车钱 飞机钱 这个非常昂贵的 那你对于一些可能离家 数千里的一些民工 他一年回家一次 都是大事了 他怎么有可能 他可能买不到票 他可能买不起票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找一位那个很厉害的一个 经络按摩老师 他下面有很多都是重度的 那个 试试试障的那个员工 技术都非常好 我都觉得 哇塞 这两个人都真的很棒 你知道吗 我说 你们都从哪哪来的 真的每个人来的地方都是不一样 我说 你又快过年了吗 我就问他 他说 你今年过年吗 他说 今年估计回不去了 我说 你大概一年能回家几次 他说 一年回家几次 我两年回家一次都不错了 所以说 我就发现 这个此情此景 这个逼的中国 很多人已经过完年了 你知道吗 我是看新闻才知道 现在真是中华民族 逼的文化上 拖亚若欧了 为什么呢 很多人 就是因为怕春运 对 怕春运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元旦 他们已经回家 过完年了 就说 我就跟我们的父母商量 我们就算过年了 春节不回去了 每年都要争这个事情 就是你说 春节的时候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迁徙 在中国大陆上发生 但是你说不回去呢 这个这种 特别是老人这种 就是年团圆的意识 又满足不了 就这其实很大的一个矛盾 从那个 从社会成本上来说 我们不太赞成说 那么多人同时都在移动 这是中国移动 但是这个 中国移动 但是神中席 中国移动神中席 中国移不动 但是从这个 就是传统的伦理观念的时候 确实是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大家都散这么远 而且尤其远 就中国那么大 还有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 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法律实际上 为什么要立法 是因为中国没有 缺乏很好的 这个伦理规范的 一个提倡的途径 没错 对 本来这个应该是 成为一个社会公共伦理 就是说 常回家看看 这个通过各种宣传 或者通过文艺表达 或者通过一个价值观的建立 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但为什么现在进入立法 虽然证明说 你这方面已经很无力了 你在社会道德方面的 这个已经非常 伦理乱了 就得言行俊法了 百善效为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我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呢 在我住的附近 看到一位老太太 在扒那个垃圾桶 然后她旁边 她引起我注意 是因为她旁边有一个 个头非常大的男孩 坐在地上 然后她的样子看起来 应该是属于智障人士 一看心里就特别疼 就觉得说 天哪 这么年纪大的老太太 带着一个傻孩子 就觉得特别心里难过 我就过去拿了一点钱给她 然后呢 就这个人的身影 就常常出现在 我的脑海当中 今年冬天到了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担心 我觉得那这老人 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 还带着一个这样的孩子 我都没有勇气 自己去找她了 我就拿了一些钱 给我弟弟 我跟我弟弟说 你去帮我 他大概什么时间 会出现在什么什么地方 我说你帮我等他 我弟弟等了三天 才等到他 然后就准备给他钱 我说你告诉他 这笔钱一定足够 让他过这个冬天 你能不能不要再 带着孩子出来 你不要这么辛苦 因为我怕他真的 也熬不过这个冬天 就你知道那老太说什么吗 他其实他自己的家呢 在CBD 但是那种 属于弄很破很破的房子 他有三个孩子 但是都散落在各地 没有跟他住在一块 然后呢 我弟弟跟他讲说 那个我姐意思是说 你可不可以 这个冬天 不要再出来收垃圾了 他说不行 人年纪大了呢 就得动 这个我还好不容易 抢到的地盘 意思是那个垃圾桶呢 他能够拿到 已经算是一件 很万幸的事情了 他愿意继续这样劳动 愿意继续靠这样子的方式 来过活 其实他不肯收那笔钱 他不肯收那笔钱 他只拿了非常非常 因为我弟弟跟他争执了很久 他就说我收一小部分钱 他说我没有理由 我不应该收你这个钱 不吃接来之食啊 是的 我就会像这样玩 我就会特别特别的尊敬他 我也心里在想 那他的孩子都在干什么 能为什么让他的 但是有的时候 就像您刚才讲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些事情是我们 没有办法理解的 哎呦 确实那个 而且我老觉得 这个常回家看看吧 这种形式呢 就是说可以提倡 但是其实内容 可能比形式要更重要一些 是的 因为你说回家 然后跟父母坐在一块 没话说 大概就是大爷登小爷 我以前其实挺不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生个小孩 会有挺好的作用 后来发现 至少你跟父母之间 就会有个话题可以分享 这小家伙长得怎么样啊 然后最近有什么习信啊 就有的时候 他来带孩子 也不完全是一种辛苦 他也是一种满足 所以其实 我觉得中国的家庭 现在是挺怪异的 就是他既不西方 又不中国 他就在那种 这种很奇怪的社会架构之下 他变得非常的奇怪 你讲这个事 我就也是特别有感受 就是说 你像有一天 有一个女士教我 她就说 她说你看 这儿子就是不如女儿 因为我跟她讲 我说 即便我回到我父母的家里 我们也是一起 学习中央电视台 他们就是看电视 他们就是在电视机 中国人 这个电视 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尤其是老年人 电视机就放在客厅的正中间 相当于是神龛的这个位置 你看 我每次去 就长时间的看电视 因为觉得儿子就不知道该跟父母说些什么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说 你看他这个女儿 他这个父母 就是你给他买个毛衣 或者给他按摩 按摩 都是一些细节 儿子可能就是说 我挣钱给他买个房子 我给他买个轮椅 买个按摩器 这种是比较物质层面的 所以后来以前我不看电视剧 中国就国产电视剧 后来我也看一些 就是我想有的时候跟父母有一点 至少有点共通的 我们有一些看的东西 然后有些东西也许可以交流交流 其实我不了解 但是我特别害怕 就是咱们这个老人内心凄凉 因为一种过去的这种生活模式 他养成了 我记得就是在美国 还有一个美国老头 跟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一个老也有老头 就说 说还是中国好 他小时候在中国住过 他说在中国 像你这样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是一大家子 他还以为中国是这样的 这一大家子 每天早上 媳妇们都会过来陪老人说话 小孙子天伦之乐 绕西往 承欢七下 对 他说你说我在美国现在待着 我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吗 他就 你看实际上我就会感觉 老人们是喜欢跟孩子 孙子 孙子 孙女 他在一起 但是今天中国社会这种发展的 这种美人的生活情况 好像只能让他们越来越孤单 按照广美的说法 就咱们仨中间 他是做的最好的 是吧 我觉得女儿啊 还是 还是就是现在 切心 真是 我学车是在广东学的 然后我学车那时候 正好我那师傅就生小孩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要跟我老婆签合同 要是生个女儿 我来养 要是生个儿子 你去养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儿子是帮别人养的 女儿他是给自己养的 反过来 他们现在已经到这个 就是观念已经变化了 因为都是女儿 相对而言更贴心 而且他可以跟 跟爸妈聊家常 儿子回家去工作 你工作 我工作你就不懂 那我跟你聊什么呢 但是你知道 咱就说这个西方 咱说法国 我也认识一个 我发现这真有意思 他跟中国的 完全不是一个 父子之间的 很有的话聊 这个老人也没有一个 好像需要儿子 怎么着 这个干嘛 这个这个 做出一个什么上下尊卑 或者老幼 他没有带高的 甚至是 而且也不大常在聚 要聚呢 就是你看老头老太太 他爸爸妈妈 开开着车 就到儿子家里来了 到儿子家里来 坐一块 在一块就吃饭 就聊天 彼此 甚至老头也说 我现在还滑雪呢 就他就有个人爱好 有个人的体育运动 父子之间 甚至聊聊政治 聊聊什么法国总统 他就像哥们一样聊 但是有一个细节 因为我这个法国朋友 他的这个媳妇 是中国媳妇 他这个细节 他就很难理解 他说聊着的时候 这个他的老爸 去拿开冰箱 拿开冰箱 他要问他的儿子 和儿媳妇 就说 我可以拿瓶啤酒吗 我可以拿瓶啤酒吗 你明白吗 他是这么一种关系 挺有意思 我觉得 对 就是法国 法国有个很著名的案例 就是有个儿子 比如说他失业了 当他已经成年了 失业了 他要回家住 就被赶出来了 爸妈说不行 你已经过了18岁了 我们对你的义务已经尽到了 完了我们要过两人世界 你说这个东西在中国 是不可想象的 没错 中国有一个特别 就是这里说 我说点 可能有些观众 未必愿意听的话 真的是 就是中国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时候 父子之间或者说 父女母女之间 有的时候建立不起 很好的一个 就朋友一样的关系 上一代在中国 很喜欢干涉 下一代 就他看你 包括你买房 你结婚 你工作 他都会去 这个去关心 关心完了之后 他要干涉 这样的话 你肯定不愿意 老是跟一个 以他的意志 强加给你的 这么一个长辈 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有的时候 聊不起来 也是这个原因 当然换句话说 有的时候子女 特别不耐烦 不愿意把自己的事 跟父母讲 这也是问题 就整个 反正两百人之间 关系在中国 或者子女过度的 干涉父母的意愿 有这事吗 你其实好多年前 我们还谈过 你还告诉我 这个孝顺 顺比孝更重要 我十年前 我犯的毛病就是 因为我觉得说 爸爸妈妈 我们现在可以 过好的生活 请你允许我帮你 把你的生活 怎么讲 upgrade上去 让你生活能够加值 但是问题是 老人不习惯 你跟他说出门 全部都得坐出移车 他说不用 我坐公车 不用钱 我坐公交车 不用钱 我为什么要坐出移车 所以 所以这个 就是咱们中国人 实际上还是家天下 就是这个互相间 还是觉得是扯在一堆的 扯在一起的 所以有些时候 就理不清楚 你比如说 这个父母 儿女之间 都有这种干预的意识 儿子都四五十岁了 还在讲 你找这个媳妇 你跟他结婚 啥父母替你冤的话 他就不好 或者说 你怎么还不生个孩子 或者你 你知道吗 最后就变成 咱就别聊了 对 生孩子这事 就会变成一个家庭 很多的那个 那个问题的症结 这个其实你看 以前的传统家庭就是这样 你只要你儿子 你没分出去住 你甭管多大 五六十岁 你所有的收入上交 然后呢 父亲也管你所有的事 从你的工作 到你家庭 全部都管 你去看现在那个 山西平遥的那边的 那种家庭结构 长子住东乡房 次子住西乡房 然后正房就住老爷子 就那种架构其实还存在 就在观念里面 虽然我们都换房子了 但是这种观念还存在 对 所以呢 除了互相干预之外 就没别的聊的了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身为80后的主持人 我勇于尝试 不想大貌黯然 也不想清高浮夸 我相信幽默的力量 我要用全新形象 提醒观众 与你倾谈社会现象 线上华丽的talk show 逆池林家 2011 续放幽默能量 轻轻百老碎 星期六 奋皇位续中安台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靠花拳秀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明台 好空调 格力造 光美还有洒向人间都是怨的部分 对 你们刚才讲到说互相干涉之外 就是说 我觉得我母亲 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 以前父亲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管事情 但是母亲的话比较不会管事情 但是母亲为了要表示跟你有很多话聊 他可能就有很多排山倒海的 例如下水不通 冰箱不冷 冷气怎么怎么着 就是说你会觉得说 我花两天的时间回家 希望跟你密在一块的时候 然后没想到收到的讯息 全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教育 我们自己说你要怎么样 你不要怎么样 你很难去教育你的母亲 70岁的老母亲说 妈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 只能笑笑说 对 讲得好 继续说吧 这个改不了的 我觉得人是有惯性的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继续说你的生活状态差太远了 就是你在关心的事情 父母可能完全不关心 父母关心的事情 你有可能完全不关心 这个时候坐在一起 其实就是 他真的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 他就是一个 就是我要尽这个义务 其实那个当下 其实是很 心里其实有点愤怒的 因为我拿起电话 要找工人来 那我帮你通通下水吧 但是他就说 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他就害怕你花钱 但是后来我就坐下来 想那该怎么办呢 难道说那个时候 只要我拿起那个东西去 偷仰下马桶 会偷仰下下水 他就会觉得满足吗 所以 但是你走出门 你会觉得很歉疚 对吧 回上家 对 你又觉得我有罪 对吧 但是下次还忍不住 要犯这个罪 你就是 我跟你说 就是中国历史上 这么多年 道德上唱高调 最后就造成 这个道德情感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对吧 你又觉得自己 没尽到责任 可是你又不是 发自内心的 对吧